1884年 意大利人安吉洛摩尔隆多发明了一台特殊的蒸汽机 这台蒸汽机是干什么的呢 说起来有点不正义 人家发明蒸汽机那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而它只是为了提高喝咖啡的效率而已 因为彼时让这些咖啡嗜好者们最难受的 就是准备一杯咖啡太花时间了 因为通常情况下 你想要让咖啡萃取得更快 就需要把它研磨得更细 但是更细的咖啡粉就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水就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穿起而过 相当矛盾 于是这就是摩尔隆多的发明起作用的地方了 它的想法是用蒸汽来帮忙 靠蒸汽的压力来把水快速的压过咖啡粉 以此来节约萃取的时间 它把由这台咖啡机制作出来的咖啡叫做快速咖啡 而这也被普遍认为是浓缩咖啡的起点了 但其实这些快速咖啡和今天的浓缩咖啡 完全不是一样东西 虽然它的确是够快的 在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期间 它每小时能够制作出300倍的咖啡 平均小蓝杯12秒就能够做出一杯 这个成绩在今天都是值得炫耀的 不过其味道就不值一提了 因为它在萃取的时候 依然使用的是100摄氏度的开水 好既然这是个问题 那就必然会有人来改进这个问题 1901年米兰人路易吉贝塞拉改进了它 并为改进后的机器申请了专利 但是在将这款专利咖啡机推向市场的时候 它缺钱了 最后还是帕沃尼公司的创始人 德西德里奥帕沃尼掏钱买下了它的专利 才最终在1905年将浓缩咖啡机带到了这个世界 这里我要提嘴 那个帕沃尼就是这个帕沃尼 我的这台Nava Party 就是那个在1905年推出第一台量产咖啡机的 帕沃尼公司的产品了 所以我每天喝的不是咖啡 我喝的是100多年的历史 从此咖啡机工厂和连锁咖啡馆就遍地开花了 在意大利 龙缩咖啡机迅速的入侵了酒吧和餐馆 去酒吧喝一杯龙缩咖啡 成了一个新的潮流 不知道当时吧台上面的那些酒会做何感想呢